有与肖战、迪丽热巴合作过的剧方。他们熟悉的主题,但不同的是,设置不同。肖战迪丽热巴是90后演员的典型代表。 他颜值高、人气高、人气高、商业价值高、号召力高。他是名副其实的五强艺人。一些制片人也更看重他们,将剧本分别交给他们,试图将他们拉到一起合作影视剧。目的很明显,就是看重他们的话题和热度,播出后流量不会差,一加一大于二。在这段时间里,一些剧方正在匹配他们合作,担任一出戏的男女主角。 好想你这部剧配的是肖战和迪丽热巴。因为肖战迪丽热巴颜值高,适合甜宠剧题材类型。因此,改编自网络小说并确定拍摄的电视剧《我很爱你》,据方正在积极联系,并以试完的态度匹配。 这部甜宠剧主要讲述了配音明星墨青城与女粉、鼓声之间的甜蜜爱情故事。设定相当新颖,将视角锁定在配音领域,展现了他们不一样的爱情。 迪丽热巴之前演过很多次女明星,但这次成功演了一个女粉丝,反差还是蛮大的。地位变了,演绎的气势完全不同。肖战的声音很有雌性,在余生肖战中体现得淋漓尽致。 剧子这是你的工作吗?真是停不下来,谁不想每天都听到这样的声音。一旦成功演好主角,肖战驾驭起来就不成问题,也不会有反差感。 剧中这些帅哥美女的牵线搭桥,与他们的经历密不可分。他们之前都演过类似的剧,人气爆棚。可以说,他们都有一定的基础,他们的合作带来了各自的流量热度。 都演过甜宠剧,只是角色不一样。不用说,肖战前段时间播出的余生请多指教反响不错。他们和杨子在剧中很甜蜜,亲吻对方高高举起,不为所动。女生都想要一位,男生都想要一笑,都是剧中最佳男女朋友的选择。其次,肖战饰演的顾薇对爱情的看法非常正面。爱上甜甜没问题,但他不会轻易突破最后一道防线。 作为拥有众多女粉丝的演员,起到了一定的警示作用。去年播出的迪丽热巴与杨阳合作的《你是我的荣耀》。 杨迪夫妇剧中频频撒狗粮,耐人寻味。很多女生想体验爱上女明星的感觉,很多男生想体验爱上宇航员的冷门感觉。 所以肖战和迪丽热巴都有自己的相关热播剧,和杨子、杨阳的合作也比较好。如果两个人能有性搭档,效果不会比以前差。要说没有区别,主要体现在设置上。肖战和杨子的设定是男医生和女大学生,迪丽热巴和杨阳的设定是女明星和航天研究院。肖战与迪丽热巴的剧本设定为男生优和女粉丝。这个设定对于观众来说是比较陌生的。 很少有影视剧会涉及到这个领域,新鲜度还是比较好的。配音演员往往在幕后,充当光明男女主角的代言人,或者虚拟角色的代言人。这样的人也是情感动物,对配音对象表达喜怒哀乐。无法在自己的爱人面前配音,需要实时展现自己,确实是一种很有吸引力的形式。 另外,配音演员用自己的声音互相吸引谈恋爱,这需要一定的技巧,真是让人好奇。 02.2022个大平台暑假古偶,优酷有沉香如蟹,腾讯有玉古瑶,顶流打架。 6-7-8-3个月是竞争激烈的暑假档,今年被网友称为古偶101,各大平台都有不少带播的古装剧。腾讯优酷这边暑假会上哪些古装剧,其实多少也能预测到一些。 最近有网友整理了三大平台带播的热门古偶,暑假应该会播出一部分。看了片单感叹,这是顶流打架的暑假档。 腾讯。刘亦菲和陈晓主演的《梦华录》,大概率会在5月份播出,接档且是天下,会在5月中旬左右播出。腾讯的古偶存货,还有说英雄谁是英雄玉古瑶。 暑假当播出的古偶,大概率就是肖战的《玉古瑶》。这部剧是苍越的小说,由肖战和任敏主演,是静双城的前传。但女主的造型很一般,太小家自弃,其他女角色更像女主。静双城也是腾讯的S家,但出来的效果各位都懂,希望这部剧的剧情给力点吧。 优酷。优酷今年的眼光都很不错,播了得恰似《故人归》很好看,还有《陈香如谢》和《长月》禁明两部带播的。暑假当很明显,肯定是播《杨子》和《诚意》的《陈香如谢》。这部剧听说有80集,分为上下两部。但播出的时候,肯定要删掉十几集。《杨子》和《诚意》在仙侠剧方面各自有爆剧,唯一担心的就是欢瑞的配角加戏和乱来。希望官方长点心。 不要浪费两位主演的颜值和演技。优酷的存货还有《九州朱颜记》和《新洛宁城堂》,前者的幅画道非常漂亮。朱正廷和彭小软的颜值,这个自然是不用说了。但朱正廷貌似是男二号,这么帅居然不是男主。陶。陶的古偶存货不是很多,推测暑假应该会播张彬彬和徐璐的乐歌行,也是一部高颜值的仙侠。 两位主演的造型很鲜,看着CP感也不错。张彬彬的古装,一直都不用担心。这部剧改编自《暑客》的小说《奔月》,编剧为店前欢。剧情是比较虐心的那种,张彬彬一人饰演四个角色,可以期待一波了。 芒果。芒果虽然热度不如上面三巨头,但每年还是有一些好聚的。芒果的暑假档,推测会上袁冰严和刘学义的《落花时节又逢君》,也是改编自《暑客》的同名小说。造型和颜值都很高,有点反套路和追期。刘学义和袁冰严的CP感非常好,严控党们不要错过。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